如今恒大面临2万亿元的债务危机 而它耗资1600亿元打造的世界第一大人工岛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出 目前的海花岛只开发了近一半的面积 还有一半的土地处在待开发的状态中 恒大债务的爆链肯定会对海花岛的销售产生一定的影响 最近岛内的房价波动较为剧烈 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那么海花岛的房子到底有没有价值呢 它的未来又会怎样 今天咱们就来详细聊聊海花岛的故事 首先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海花岛的基本情况 海花岛是由三座人工岛屿组成 总面积达到了一万两千亩 豪华程度甚至超越了 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迪拜中旅岛 其中一号岛为商业区 包含了商场、酒店等旅游配套设施 从无人机的角度可以看出 一号岛的东南面都处在未完工的状态中 二号岛是以高层住宅为主 楼盘密度很高 同样只开发了一半 三号岛则是别墅加高层 视野相对来说比较开阔 定位也更高端一些 目前也只开发了一半 按照最初的规划 二三号岛全部建成后 可以同时容纳11万人在此居住 那么海花岛的真实销售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海花岛于2013年开始 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填海工程 2015年12月正式开盘对外销售 刚开始的定价确实非常亲民 推出的特价房低至5688元 并且还赠送每瓶发明价值1500元的金装修 其中还有很多20平米的小户型 当时的首付低至1万元就可以定房了 可以说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 在开盘的时候有十多万人过来看房 其中大部分是外地的客户 最多的是来自东北 他们主要是看中海南温暖湿润的气候 比较适合冬季居住 加上只有五六千元的价格 仅仅用了十天时间就卖出了近三万套房源 成交的金额达到了122亿元 平均每3.2秒就卖出一套房子 这样的卖房速度 在当时刷新了世界房产销售的最高纪录 或许连许家印自己都没想到 这座通过人工造岛而来的海景房 会如此受到大众的欢迎 后来就开始了一路涨价的过程 平均每年加价的幅度都在2500元左右 到了2017年海花岛的房价就突破了万元大光 2021年的上半年更是暴涨到2万元左右 可以说海花岛在恒大集团强大的宣传公式下 确实卖得非常不错 然而海花岛的地价没变 最多只是这几年的人工和材料成本上涨了一点 如此疯狂涨价的背后是真的有那么多住房需求吗 还是资本家的炒作行为 海花岛所处的位置在海南西线的当州市 当地没有什么支柱产业 2020年整个当州市的GDP只有359亿元 常住人口为95万4259人 算下来每个人的年均厂值不到4万元 如果依靠当地的购买力 是不足以维持如此高的房价的 所以恒大主要针对的也是外地客户 然而外地人买房是用来度假和升职的 最后让海花岛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现象 海花岛从2018年9月开始交房 当时在交房后 真正装修录住的业主是少之又少 从网上的亮灯率可以看出 一整栋楼加起来都不超过10户人家居住 非常的安静 在这里生活的 大部分都是在海花岛内工作的员工 还有候鸟一族 他们冬季来这里过冬 到了天气转暖又飞走了 面对如此不确定的客户群体 街上店铺的经营成本是比较高的 伴随而来的就是东西要卖的比较贵 生活成本自然也比较高 现在街上最多的就是房产中介和一些小型的杂货店 岛上没有大型的医院和学校 生活配套还需要不断的往上 如果恒大集团这时候无力开发下去 后果将不堪想象 别墅区就更冷静了 除了路盘有几盏路灯亮着 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和一辆车 就如同鬼城一般 其实来到海浪旅游的游客 大部分都是直奔三亚去的 而海花岛距离三亚有近250公里的路程 要不是恒大陆住这里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当周在哪 恒大为了吸引人气也是使劲了浑身解数 2021年的3月15日 恒大推出了100块钱就可以入住五星级酒店的特价活动 每间房还额外赠送两位价值160元的自助早餐 并且在当地的往房间送车辆全部都是免费的 这种赔本正吆喝的行为在当时也确实吸引了不计其数的游客到此一游 其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卖房 顺便提高一下海花岛的知名度 然而这时的海花岛房价已经突破了2万元 又有几个人会花如此高的价格 来买一座自己不常住的度假房呢 现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海景房 比如广西北海的海景房 每平方米价格只有6000元左右 同样属于亚勒带气候 同样适合冬季过冬 并且当地的物价要比海南岛的便宜很多 对于长期在外旅游的后聊一组来说 在哪里度假还不都是一样的吗 又何必花巨子到这里买房呢 除非它还有升值的空间 然而现在看来机会非常的渺茫 从航拍图上可以看出 海花二号岛全部是高层建筑 只要是能建房子的地方 就全部利用起来盖房子了 连边角都不放过 楼宇之间的距离过于紧密 除了外圈能看到海景 里面楼层的视线几乎被挡住了 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景房 岛内的道路为双向四侧道的设计 如果未来真的有10万人居住在这里 肯定是不够用的 马路边上就紧挨着小区 也没有预留出可以扩建马路的空间 无法扩展也就限制了海花岛未来的发展 可以说海花岛就是恒大集团 用强大的资金硬生生的在海上砸出了一个项目 再通过其强大的宣传公式把它推向全国 然而等到岛上房子全部卖光 恒大集团还会如此不遗余力的为海花岛造势满 又或许只是留下这一座座冰冷的海上钢铁森林 和岛上的数十万名购房者 成为一段传奇故事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